苦闷 无奈 心中的不平在泰玛里乡公所会议室 当地的农民们将长期积压的不满全部倾泄出来 农民们看着地极图 长长的黑色粗体曲线就是目前铁路工程的安全围泥设施区域 自100年6月台东县政府通知当地农民可以进行复耕 但是铁路局施作工程区域围起了警戒线 截至目前为止当地的农民们根本没办法开始跟作 今天如果只要工匠机关里面有一个 大家有一个共识 那这个部分说实在也有点粗暴啦 因为那个真的很粗暴 说弄就弄 刚刚我们去看那个地实在是用的蛮大的 蛮大的 那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 今天协调之后 我再跟乡长联系 看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我想预祝今天顺利圆满成功 谢谢 我们在这边要非常郑重的告知 荣民朋友的生存潜意 必须予以保障 虽然是国有土地的承租 那也要 选取的 我们农民朋友的同意 再来把它作为他们的施工的一个长职 那这段期间 农民没有受益 是不是 该用合华 合理的方式 给予生活上的一个补偿 经过长时间的沉情与忍耐 当天协调会的结果 铁路局与承包厂商允诺会对于泰玛里当地的农民 自复根通知开始 至泰玛里西桥改建工程预定完工101年的8月 这段施工时间的损失 做合理的赔偿 因为长期重型积聚在农地上来来去去 导致土壤过硬 因此承包商必须有条件的负责 工程周围农地的松土作业 以便未来顺利耕作 还给当地受灾农民们一个公道 正是他们这段时间无法耕作的损失 东台新闻张家伟泰玛里报导